荣刚三十周年,因为有你。 1993,荣刚重工在新盈成立。 台湾人的勤奋、朴实、一步一脚印,让台湾的特殊钢产业在此萌芽,也是台湾工业转型的代表之一。 荣刚从无到有,自行研发出由低合金钢、碳速钢、工具钢、高速钢、不锈钢等多种系列产品。 1998年,荣刚重工以科技股上櫃。 1999年,更名为荣刚材料科技,进入重要产业发展时期。 2000年,是一个重要的转列点。 是一个契机的到来。 荣刚获得美国奇异公司发动机材料认证。 2006年,再获美国波音公司航太材料合格供应商认证。 让我们向世界证明了台湾有能力发展特殊钢,并且挤身进入航太高质化产品供应商之列。 不断地创新与投资,让我们的产品、生产、管理与经营品质达到更高的水平。 于2009年,获得第19届国家品质奖之肯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8年,加入台湾集团进入全新时代。 新经营团队秉持认真、专业、守纪律的精神。 强调稳健经营、产品聚焦优化及绿能发展。 产线组织大改造,将老旧设备复兴升级,扩建优质新设备,建立正确采购策策略。 除既有能源、航态、油气等产业的市场外, 更扩大在机械汽车产业与军工的量能, 持续发挥产销纵效, 以铺垫出长期竞争力与企业永续发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21年投资新建钢胚连柱机, 扩大产品线深度与广度, 让绒钢产销量能提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22,荣钢的营运绩效迎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纪录, 营收创下123.65亿元。 台钢集团用经营的时机来验证公司, 从硬体、软体、文化面、组织面一步步地注入新设备、新管理手法, 赋予荣钢不同以往的企业样貌与新的企业愿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未来、荣钢除加速扩产、降低成本、获取利润外、 回馈社会深化ESG、资助弱势、赞助体育赛事、促进全民运动、 提高员工福利与收入、增加员工幸福感、 成为台湾钢铁产业的自由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23年,柳银厂即将启动生产的50吨熔炼炉, 让荣钢的产能大大提升, 也将成为亚洲最重要的特殊钢公司。 三十年来,荣钢经历了风雨历程, 坚持着不屈不挠的精神, 迎来了今天这值得庆祝的日子。 未来,我们将以碎变的新面貌展翅起飞, 在特钢产业里期许成为国家的隐形护国神山, 立足台湾布局全球, 朝向630功能性不锈钢世界第一, 亚洲工具钢第一的目标迈进, 让荣钢品牌光耀全球, 成为一代钢铁英雄, 续为下一个三十年发展奠定重要基石。 因为有您,荣钢三十,生日快乐。